哎呀你偷偷胎了是个女儿 干嘛 账号给我打点钱给她 什么账号 银行卡账号 谁的账号 她的 谁的 你妈的 打给我妈 打给她干嘛 快过节的妈 谁打 我打 你给我妈打钱啊 不用了 不用了 怎么不用 她是我妈也不是你妈 我孝敬她是应该的 我们两个人吵架归吵架 孝顺还是要应该的 你打给你妈就好了 我妈也要打 你妈也要打 我们又没结婚 大婚没结小婚结了 什么小婚 哎呀没什么没什么 就是没结婚 所以要讨好你妈 要不然的话她会同意啊 别说我妈不同意 像你这样子的脾气 我也不会同意啊 打事情妈是爱 这句话你不懂吗 真的小婚 把她账号给我 跟她打点钱 不用了 等下到时候你又说 花了你多少钱 又给我父母啥啥啥的 放心吧 我不会说的 现在说不会说 到时候就会说了 给她就给她了 不会说的 放心了 不用你给 我们兄弟姐妹这么多 我们会给的 你给你爸妈就可以了 你们兄弟姐妹给的 就兄弟姐妹给的 我给是 我给的 我给的意义不一样的 知不知道 小峰 哎呀 干嘛 我还想问你干嘛呢 不需要我们兄弟姐妹要 你给你爸妈就可以了 我爸妈也要给啊 先去给我爸妈了 小峰 我的 我的爸妈已经打了 打多少 200 这么口啊 2万啊 2千啊 嗯 你爸妈我也给2千吧 你爸妈我也给2千 我爸妈你给2千啊 你确定 确定 嗯 不是200是2千啊 给了之后 师傅第二天又说 我又给了你父母多少钱 我为你付出这么多 会不会这样子说啊 你想说就说 我反正不会说 你不会说啊 嗯 你的好意我替我爸妈领了 但真的不用了 我爸妈现在还年轻 还能做 不需要 那你也不给吗 蛤 那你也不给吗 我的话我想给就给 不给也可以 毕竟我爸妈现在 还能还能工作 还能就是有钱 也是小峰 给你爸妈之后也 你爸妈也会 爸爸给弟弟 是吗 那我就不知道 有可能会给吧 那谁不向着儿子啊 是不是 他给的儿子是应该的呀 以后他儿子又给他养老奉终了 你儿炸出去 始终是炸出去的 爸曾经说过这一句话 你知道吗 他说 你儿始终是炸出去的 我说我也可以照顾你 他说你炸出去 我到时候我想喝口水等你回来的 我都渴死了 我爸还知道这么说你知道吗 当时他说这句话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他说 我儿子不一样啊 儿子他说 他可以天天守在我身边 他说 女儿可以吗 女儿又出炸的 他说到时候我想喝口水 你都端不了给我 我当时我听到这句话 我就感觉 惭愧 为什么说的也是 哎呦 你投错胎了 是个女儿 那我能决定的呀 真的是 投个男 你是个男孩的性格 但是你投错胎了 投成女人的这个身段了 知道吗 我们那里女孩子也是一样要养父母的 你以为出炸之后就不用养了 肯定要养的 就说有钱出钱没钱出力还是一样的 我们那里是这样子 你那里我就不知道了 我去做饭去了 你记得给你爸 给你妈打2000块钱啊 哎呀我打不打很轻松 你打你的就可以了 哎呀 今天晚上整个青菜吃 刚刚又去买了一块肉 放进去一起卤啊 这里好像是卤了这个猪油奶子的 把它切一小块一小块啊 OK了 你先拿起来把这水倒了 再洗一遍吧 嗯 先把猪蹄捞出来 猪肘子 这个都干了两天了 哇还热 你看 哇放下来 放了 嗯 哇 看到没有 有没有食欲 有有有 再把这个放进去啊 放进去放进去 这一锅汤才是灵魂其实 老卤 对 交给他了我去洗菜了 嗯 现在我来炒个青菜 炒一个上海青 放点盐 再放点鸡精就可以出锅了 干嘛 起来吃饭了 你要炒就炒 起来吃饭了 炒好了吗 好了 这个是吃了两天的猪脚 然后再炒一个上海青啊 今天简简单单 两个菜 现在开始吃饭了 这个猪脚吃了两三天了 现在很入味 嗯 嗯 好吃 下次 我要吃韭菜炒蛋 不吃这么好了 韭菜炒蛋 你们每个人都能吃的吗 韭菜是装羊的 你吃韭菜有什么用呢 装羊 装什么羊 装牛人啊 现在有老婆在身边 你有吗 你没有你就吃青菜 还吃韭菜 你想太过了你 我不能就在 补补身体 补补身体 不是 你吃一大福